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副总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我们刚刚有听友在我们留言板上留言 说他今天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出清了 可见今天这个下跌也的确蛮震撼的 尤其指数在高点大家当然人心会比较浮动 盘中的时候12点半 我看到大盘跌了200点 也的确蛮刺激的 但后来又拉上来 不过我想今天蛮多人就这样出场 当然现在出场应该还是赚钱 因为你会在这边一次把股票卖掉应该是赚钱 当然今天台股的压回跟美股的下跌有关 美国股市我们看到尖牙股跌很重 像是苹果跌了2% 亚马逊跌更多 亚马逊跌了2.3%的幅度 脸书也跌了1.9% 微软跌幅也有1.95% 谷歌跌了1.85% 我们知道这五大尖牙股跌幅都在2%上下 这个其实相对而言 第一个跌是整齐 第二个跌幅又相对明显 所以使得美国 那它的指数在周三回挡了将近2% 非半甚至回挡将近3% 那你觉得这个回挡在高挡出现这样的行情 到底该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第一方面这样讲 就是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 等于11月整个月份 还有包含12个月的等于三分之一 等于上旬都在上涨 基本上都基本上没什么停的 等于就可以说是从10月 甚至拉长时间来看 10月下旬就开始涨 等于是美国选前就开始反映 大概选完了大概就是变数拉掉 然后就开始整体一直反映 就是Christmas sales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resound的利多的一些因素 那你要是看就是 有一个指标可以看 就是说那个美国的佳季单位 它股票的那个持有的那个比例 这个比例现在是大概41% 那可以说是2000年之后的 相对比较高峰的一个水准 上一次的高峰可能是 可能是几年前 那你看即使在这个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也没有到四成 39% 那2000年的那个网路.com是47% 换句话说现在散户对 美国散户对股市热动程度 是爬到最近10年的相对高位 但问题是有一点蛮有趣的 就是说即使如此 但法人的现金的比例还是高的 就是说法人还是没有那么 把那么多的钱放在风险部位 但你要看另外一个视角 第三方就是大股东是怎么做的呢 或者说美国的企业 他都用现金去买回自己库长股的情况 今年和明年都不会太好 在2018年近10年高峰之后 今年和明年都不理想 那去年也蛮高的 那前年2018年是6291 去年是5681 今年预估只有1500亿 明年只有3100亿 换句话只有从今年COVID-19 中错之后成长一倍 也不到过去的一半 换句话说企业感觉 好像不是很想买他们自己家的股票 等于就是说你筹码的稳定度 中长期会是一个需要观察的方向 但是就短期的角度去看 的确大家看好都大成 然后大家去持有股票的比例也变高 的确现在是波动行为变大 这是事实 但我觉得有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美国的选举人投票是12月14号 12月14号之后大概川普可能就 这个政治面的一个因素可能就先摆一边了 那我是觉得说12月中以后大概 美国那边会比较淡静 因为要开始要放假了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大概就是这样 今年大概就基本上整年拉起来 我们来看的话股票的一个回报是高的 那你要讲说这一波是不是就都没有了 我觉得现在言之还过早 等于就是他还其实他都没有破任何的一个 你General Index 你NASDAQ跌个2% 就是说天涯股跌2% 其实我觉得这个回档 个股或是指数本身来讲 都还不算是怎么样的一个 有规模的一个回档 还没有trigger到 就是我现在开始觉得看的比较保守 所以你觉得还好了 这并不是一个大跌的开始 但你要是以本益比的角度去看的话 当然本益比跟自己的平均5到10年比 当然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自己跟自己比是高 那你要是跟新市场比 新市场当然比你低 那你自己跟自己美股就是最高的 相对来讲的确是这样 我现在就处在一个尴尬期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波金融市场的大涨 就是这个金钱游戏 就是说资金过剩 所堆卸出来的泡沫行情 只不过就是说目的在于说用这样子的金钱 这样大量的货币的释出 去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表征的情况跟目的性两码子是 那后面经济会不会复苏 那其实你也看到经济复苏的一些影子 而且很强劲 比如说海运现在目前大好 空运大好 然后钢铁、铁矿石这些都在涨价 那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失业率是越来越改善 然后消费力道也在出来 所以经济有没有好 车市也好 所以经济复苏的力道 看起来明年是会上轨道的 那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接续过程中 股市会怎么表现 因为我们先前股市是一路涨 对不对 就是说反应是一个资金的游戏 那它能不能正式接轨道经济成长 而再推升股市上涨 这其中是有一个疑问的 那中间的换档 股市的换档会怎么走 那其实是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边介绍一篇文章 我个人看了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他是这样讲 他说呢 照经验来看 理论来看 大规模的央行的放水 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激增 但是现在目前美国的通膨率增幅还不到一% 那钱去哪里了呢 因为这个三月以来 美国联准会疯狂的放水 不是只有美国联准会欧洲央行 加拿大央行 全球的央行联手放水 所以美股新市场股票 比特币这些资产价格全面上涨 你就知道了 那短短8个月的时间 美国的狭义货币供给量 M1就增加了40% 这个意味什么 就是说三月的每一块美金 都有40分钱 40美分 是美国政府开动印刷机所制造出来的 这个M2 M1的增幅40%是一个非常夸张的 这个货币的一个增量 那短期利率从1.5降到0 无限QE 十年期国债利率从1.9降到0.9 还有33兆的这个所谓的直接财政刺激 那照理来讲这个会导致通货膨胀 因为40%的M1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照理来讲会应对40%的通货膨胀率 那物价也会跟得走 但是现在目前通货膨胀率不到1%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他的结论说这个钱 就直接进入到了金融市场 三月以来美国股市涨了56% 那已开发国家股市涨了57% 新市场涨了59% 科技股涨了73% 而瑞茨涨了36% 美国的常债涨13% 然后原油涨了74% 金价涨了18% 比特币最夸张涨了217% 所以都在涨 那都在涨 就是说一个泡沫 资金是泡沫到通货膨胀 是膨胀到金融商品上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妙了 那邓副总 你觉得这个换党的过程中股市 第一个换党 我们刚讲就是说 经济现在目前开始 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股市势必有一个换党的过程 这个换党它会怎么样的表现 那以及呢 如果说经济真的明年开始 很明显的在上轨道在复苏 那股市又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表现的情况呢 我觉得就是你先看嘛 就是说如果说今年的COVID-19 那一次3月的一个大回党 假设那次一次 就是经济的一个衰退 而且事实上也符合 经济连续两季以上衰退 那如果说现在经济 就不衰退了开始成长 那这就创了这个不到12个月 经济这个衰退的时间 低于12个月的一个水准 换句话说现在开始的经济增长 感觉是一个新的周期开始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要断点 从那个3月那个断点去看的话 那现在就是新的story 或者是新的一个循环 那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可能股市反映的是 就是它是先行反映 那你也可以说它长得多 那你也可以说是 它之前是因为跌这么深 那现在开始反映 是新的一个周期循环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是不是 虽然它长得很凶 那虽然也长了很多 那之前临长的那些肋骨 后来有变得广度和深度 也有些改变 那是不是能有延续性 那中间会不会 就像你主持人刚刚讲的 有没有问题 就是衔接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空隙 就是可能大家会碰到顿抽 或者说 结果后来企业的获利出来 没那么好 可是我看到有几个指标 就是你看企业 曾医师对美国企业看好度 好像它的升平 除以降平的比例 就是升平的比例 大幅越升到四成以上 这个是 如果是MACI Global 顶多只有两成 都还不到三成 美国又是一枝独秀 你看看 就是说大家说 这个大水漫灌的结果 钱应该从美国往非美地方走 对不对 但事实上 它最看好的还是美国企业 然后接下来是全球企业 然后接下来才是亚洲企业 其他的新市场 所以美国还是高于大家平均值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在这样的环境 如果说经济开始 出现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 因为极其低 那美债利率也 事实上你也看到缓步 很牛步 慢慢上去 那美元又弱势 那这样的环境 是不是因为钱又多 你刚刚讲到钱很多 那如果它开始 比如说 它企业动作上 它开始补库存 然后它放更多的投盐 投下去 然后它又甚至愿意资本支出 那这样的话 整体来讲 之前那些金牙股 成长股也不见得 就一定是在成 没机会 因为你这样就代表 我又不断的滚动增长 那成长股 你看到实际上 成长股也没有真的大跌 现在接棒的是一些 之前周期性的股票 或是涨的比较落后的 事后的股票 小型股 或是周期性股在追 我觉得是 有点就是 广度程度做一些改变 投资的风格改变 OK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 这个金元代工事况非常的热 然后 这个立基型的记忆体价格 在上升 另外面板的价格也在上升 这些都是景气复苏 这个需求 开始出来了很明显的现象 那今天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日本的工具机的订单额 26个月来首次呈现增长 所以日本今天相关的股票上涨 那日本是工具机的大国 对不对 所以像是金上 这个大卫 这些工具机的股票都往上走高 发纳科 都往上走高 那日本工具机工业会 它的统计数据说 2020年11月份 日本的工具机整体订单金额 初估值了 就是内销加外销 就要去年同期成长的8% 是26个月来首次呈现增长 就过去两年多来都是衰退了 现在开始出现增长了 2018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 那订单额呈现增长 主要是因为北美市场 以车用需求为中心呈现回复 车用你看汽车市场好 对不对 加上中国基础建设半导体的需求强劲 所以从这个数字你也可以看到 又是另外一个证据 告诉你经济在好 开始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至于说回到我刚刚问 邓凡那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明年的股市 势必不会像今年的行情这么疯狂 因为它回归基本面 那回归基本面 它会去看个别产业 那些个别公司 它是不是具备 这个估值相对合理 而且它的营收盈余成长相对强劲 回归到这样的投资方向 所以说过去估值比较高的股票 它势必要修正 因为之前来讲 大家的一个成长概念 经济要复苏还没复苏 所以资金进入到这些成长股 欠押股 我觉得明年 为什么最近你可以看到价值型的股票 工业型的股票开始在涨 回复到这样子 所谓比较从权益面的角度去看 本益比 殖利率 这些角度去看 明年的股市可能就是 比较温和的上涨 我不晓得 邓宏你能不能懂我的看法 我基本上我同意 因为每次在讲到资本支出的时候 其实你要企业拿好长期的资金去做投资投研或是资本支出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经济的热度 他把它库存都消掉了 然后他看到未来订单的能见度够 他才愿意这样做 就是他一个产业的前景 他能够 够convincing 对他而言 所以我觉得每次讲到资本支出的时候 其实都是比较困难 就是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等于潜水区过了进深水区之后 等于就是要去印证他那个 产业是不是有前景 那要企业再进一步投资 那等于是经济要 等于是以目前的基础还要再进一步加速 当然今年基期够低 明年的话一定比今年好非常多 因为破坏之后的建设一定是最好 但是基期变高之后 当然就是一定是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您刚讲了 就是说这个通膨重生轨道 我觉得迟早的事 如果说你股市一直创新高 然后大家如果说 因为当然现在疫情block two 那影响到大家正常的一个上班或是消费 特别在这个外国国外也是这样 以开发国家美欧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的时候 理论上消费是要增加了 所以通膨我觉得慢慢会带动 迟早会拉上了 那因为它钱它也没收 那股市我要去 我觉得要去面对的风险 就是它政策什么时候转向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看不到 立即转向的一个可能性 只是说民主党政府 它上台之后 它什么时候要征税 它什么时候要提高最低工资 什么时候要收紧监管 我觉得这个每一项的问题 我觉得它选举证件去付诸实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对风险资产 特别是对美股来讲 我觉得要去留意 就是它是不是会 那个时候等于都是在股市比较高期 拉高之后 面对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挑战 那我觉得会形成股价的一个挑战 那政策大转弯的确会影响到股市 这是很重要的要观察的方向 那你说货币政策 只是说你现在美国的参议院还是共和党 那拜登提出来政策未必能过国会 光是一个纾困 那9080和9160才差81 就炒半天 里面的组成好像不太像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好像要发 加发300600 那看起来还是要年底要过嘛 要不然到时候这个如果变空窗 这个就是您刚问的那个空缺啊 就是它一个就是 感觉这个空缺没有填补起来 不太OK哦 之前的数字很漂亮 你不给钱 有的人可能没投入了 或是肚子饿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空的 空隙在里面的 其实要补起来 漏洞要补起来 要不然的话 其实不如预期的话就 所以它也不能拖延 所以该给的钱还是要给 所以就是撒钱之下的一个 一个结果嘛 那周期的环境你看起来就是 疫苗在问世 虽然美国每一天的那个 确诊的一个数量是惊人的 很可怕 但是因为疫苗就是纷纷问世 感觉正式不确定性也在下降 所以这个 经济复苏是普遍性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牛市 这么强劲的原因 那你说股市有没有可能 自己下自己多杀多 有可能啊 因为就涨很多啊 你就是会怕 可是你看到昨天美股跌 CBOE的VIX 基本上没很明显的上升 它只有上4%多5%左右 不到5% 其实对于市场来讲 基本上21点的这个位置 还是很低的 就是从VIX指标看起来 市场并没有恐慌的这种气氛 虽然它是杀尾盘 尾盘杀的特别凶 好那您刚谈到这个 振兴法案 纾困方案 那月底有没有可能过关呢 我觉得双方喊价的结果 就是差81 不到100亿 我觉得有机会了 等于就是 因为其实共和党 明年1月还要再选一次 乔治还有两席嘛 所以他也不能让蓝浪 真的发生啊 不如真的发生 这个对共和党也不利啊 所以他钱 该拿的钱还是要拿出来 其实共和党有退了 就之前他只愿意拿5000亿嘛 对 那现在愿意拿9000 其实他差不多了 他另外一个坚持 就是说钱不能发给州政府 对对对对 这个炒翻天 那我看两边都蛮硬的 但是我觉得 就跟谈脱欧一样嘛 就是你 他们硬多久了 好几个月都很耿 好几个月都谈不成 但最终 钱快要断点了 你刚刚讲的断点 可能就是年底 不行要过圣诞节 要过新年 所以他这个钱还是要发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会有接续方案 就年底也 渴望要出台了 一定要给 没有给的话股市就准备跌嘛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不确定性 有时候是政客 他们之间的一个论战 所以我就是觉得 就是还是要给这个 提供这个现金的一个支票 不能拖延啊 等于是有这个压力 而且股市现在每天在看 这个因素 如果一旦落空的话 可能就不太好 对 所以这个拜登也要继续 川普的1200块美金的支票 发下去就对了 对 我觉得其实共和党也要发嘛 因为共和党他还是要保留自己的 他也保留自己的政治实力 事实上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力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的 那明年美国的投资等级债券 是不是会走空呢 会不会走一个比较明显的空投行情 的确 的确 如果以你利率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你这个 eo curve 持续曲线是开始收窄 就是往上走 往上往上走 那如果 如果说十年再席 如果未来一年 走到1.5以上 那现在是大概0.93嘛 那我觉得它利率敏感度越高的 的这个主权债 我觉得的确是会受受影响 它没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行情呢 那光是要靠吸收去吸引你 等于就是它吸肯定要 拉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那个长期投资资金才会进来 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机会成本嘛 就是其他的风险资产 你现在如果还是这个 目前这个水准 它不痛不痒 你要拉到更高 拉到一个急剧 比大家平均的预估的急剧 还要再更高 好几百个bit 大家就会有感觉了 就觉得哇你利率拉到那么高 那我可能回头看看 我是不是股息还不够富 或是说股息不太有吸引力的 我回来再买债 所以我觉得债一定会有压力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因为钱实在够多 所以呢 它的现在你看现在出来 还是有人愿意认购啊 你看那个多低的那个利率 还是要买 就是钱多出来 所以我觉得 什么时候收钱 市场再看 那我看明年先收钱 有可能是中国这边 中国其实它已经变得比较硬了 所以它如果二季度开始收的话 这是什么时候 其他地区收钱 有投行预估 大陆明年下半年会升息 你觉得可能性高吗 我觉得第二季就要注意了 我觉得二季度就要留意 因为其实它那个 放贷的那个利率 其实已经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要观察了 那因为中国这边的话 其实它也 它方向上来讲 它其实它的数字也在往上走 那我觉得 而且它比较早开始往上 OK 好 非常谢谢邓正明副总经理